好 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半期是今天1月5号 进行的围甲第十轮主将战 由黑方李泽瑞职业武断 对战白方柯杰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搓脚目 白棋新小木 大跳 高挂之后脱退定势 然后黑棋点脚 又是一个定势走完之后 黑棋右边逼住 白棋往脚上去点 黑棋压住之后 白棋拆个边 然后黑棋上方贴棋 这个就是想扩张模样 因为白棋飞也是个要点 接下来白棋小钱 这也是常规的掏脚手段 黑棋如果说挤一个的话 白棋打了之后 虎出来 黑棋再断打 白棋再往外一虎 那这样的话 就完全破坏了黑棋 这里扩张模样的一个意图 左边这里贴住的价值 明显也变小了 所以说实战 黑棋选择二路飞 把白棋给封进去 之后白棋跨断 那这个地方的话 黑棋振子不利 所以说黑棋也只有长 然后白棋挡住 黑棋二路斑沾 先手 白棋下力 做火 黑棋右边再飞过来 继续扩张 白棋肩顶 先手 黑棋挤一个 白棋沾上 然后黑棋再立 走完之后呢 白棋往里边掉一个 而且这个非常的深入 主要是瞄着要跑 上边这颗子 黑棋如果说正头的话 那白棋这里贴起来 对于黑棋来说 非常讨厌 你要是扳头 那白棋跳个方 上边这两颗子 黑棋还得不断的 这样去爬回 那你爬的越多 白棋越厚 就越容易活 如果说黑棋小肩的话呢 那这个头要被白棋 先手扳掉 你还得再单粘 然后白棋可以展开 接下来的各种腾罗 所以说实战 黑棋也就选择忍了 加持 然后白棋右边贴住 交换一手 上边再点刺 那黑棋冲的话 白棋还是可以粘 这个地方黑棋依然损空 所以说黑棋继续忍 这里白棋肯定是便宜多了 那接下来 AI的意思呢 是白棋肯定要逃跑 毕竟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深入的 比如说往这里走一走啊 对吧 那黑棋基本上也就攻不到 实战 左下角 白棋选择 守一步 这个有点脱离主战场的感觉 那从这一手棋看出来 其实柯杰 这盘棋啊 也有点轻敌 觉得这个可能 跟对手的这个差距也比较大 所以说 下的就比较的这个过分 之后黑棋直接往中间照过来 白棋大飞出头 然后黑棋右边再拐 黑棋的意思呢 就是先攻击 然后把右边走后 这个拐头也是相当大的 因为下一手棋往前跳 白棋右边就得继续补 这个包围圈啊 就可以慢慢的给收住 下一招 柯杰还是走到这个要点 那点在这 马上要联络啊 那黑棋飞一个分段 下一招白棋又搬回去 还是比较稳健的 这个棋如果说继续小尖 往里钻的话呢 黑棋左边这里搬先手 不管你是这个提也好 然后被黑棋这样飞风 还是说这个跳出 被黑棋脚上立一个交换 拐一个收气 然后连续压出来 这样白棋左边也得补 里边呢又要被全部包围 这个都是白棋 比较危险的一个下法 所以说实战白棋扳回 黑棋立下去 白棋挡住 然后黑棋再起 这个地方就是意思 白棋不敢打 打的话黑棋一沾 你沾上 他断打 你要是再敢沾的话 那黑棋可以从这里去 怪出 反杀白棋这个角 但是AI的一选 确实也是白棋打 只不过当黑棋断打的时候呢 白棋就跳这个 黑棋要提掉 白棋再从这儿靠出 这样等于说白棋反客为主 在黑棋的这个模样里边啊 就非常这个完美的掏出挨块 而且捞了不少空 至于左上呢 黑棋如果说冲 那白棋挡住会被断 那就不挡 直接打吃就行 这样形成一个转换的话 也是白棋比较满意 不过正常的这个思维 还是先不断啊 不想让脚上有这个味道 然后实战白棋沾 黑棋顶 分断白棋再跳 反正这个布局 那柯杰很显然又是先捞后细 而且这个捞的也是 非常的这个强硬 一块姑棋还在黑棋的这个 大本营里面 白棋视而不见 继续捞 然后黑棋跳 白棋再跳出 点刺 白棋挡住 沾的话就有点太重了 实战白棋挡在这 然后黑棋这个冲就 有点随手了 这个棋最好围的话 还是应该贴住 因为白棋也不敢继续伸入了嘛 再伸入你再冲也来得及 他要是沾上的话呢 你再扳头 这样能把这个口子全给爆炸好 或者说你觉得味道不太好 你尝一个也行 实战 黑棋直接冲断 被白棋这里一扳 黑棋再断 再打一下 黑棋拐持 那这个围的还不如刚才大 而且接下来白棋完全可以再往里打 然后外边补一手 以后还保留继续冲进去的这个权力 这个是白棋正常的一个下法 不过实战柯节 又不补了 又回到左边跳一个 把这里的锯控给他围住 非常的贪心 那黑棋肯定要有所动作了 不能再让白棋就这样去围 那黑棋只能等死了 所以说接下来 黑棋右边跳一个 先把白棋分段 要求右边补棋 白棋底下刺一个 黑棋沾上 然后白棋左上角 断打完之后再打持 黑棋沾上之后 白棋再一吼 那这个地方确实还没看出来 什么意思 这确实也没起 黑棋如果说爬 白棋炒了一个黑棋 一路小间也可以连落 当然这个靠下去最好 这个没太搞懂柯节的这个意图 感觉有点浪费节才的意思 是不是跟这个脚上 黑棋以后不敢一路搬的 这个关子有关 这个就不得二知了 不过这个也不是很重要了 我们直接往下看 下一条棋还是稳健的补掉右边 这个时候柯节在担心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 你往上打吃一手 然后补中间这个段 右边这个位置 被黑棋跳一个 白棋靠住 然后黑棋再封锁的话 其实你这个里边还得再补齐 那右边已经被黑棋分段 然后再去攻击中间的话 可能白棋的处境更加糟糕 所以说是提前补了一手 尽可能的让这儿少一点借用 然后黑棋左下尖冲 白棋贴住 黑棋再大飞 反正就完命的杀这一块 这一盘棋呢也比较好理解 就是白棋不停的在捞 然后黑棋不停的在杀 白棋只要活了 基本上问题不大 接下来打吃一手再飞 这个棋这个缺口刚好 够白棋逃跑的 如果说阵头的话 白棋穿向眼 刚好可以跟右边连回 实战黑棋是先往左下角碰 这个地方也是想给自己 留一些这个选择 万一中间杀不掉了 那至少底下还可以围 白棋虎一个 黑棋长 白棋再立 然后黑棋从这儿飞过来 那很显然 黑棋就是想 一边攻击一边围控 想跟白棋去谋关子 之后可解靠出 黑棋扳一个 然后白棋再 这个地方呢 黑棋如果说打的话 是非常需要这个勇气的 因为被白棋反打进来 再沾上 首先你这个空通掉了 白棋这个头你也封不住 至于右边这个地方 固然你外边很厚啊 但也杀不了白棋 比如说你从这个二路点 这个是最容易想到的这个杀招 那白棋尖顶足度 你直接尖回的话是杀不了的 因为白棋这一顶 马上就两眼做出来了 你要直接顶的话呢 那白棋尖顶再来一手足度 你飞过来缩小眼位呢 他就渡过 让黑棋再猴 再破眼 白棋为了防止黑棋 这种一路打持的先手 可以先靠一个紧气 然后再猴在这 这样黑棋也不可能杀得掉 里边做个眼就活了 外边的话 这个中间还有冲完之后再断 黑棋两边也要被赤子 白棋都是可以连通的 就说这个棋 黑棋还是连回来 然后白棋尖一个 黑棋再贴住 之后白棋再尖回去 然后黑棋拐到底下去 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呢 就比较考验判断了 如果说你求稳 就搬一个 那黑棋就打了之后再搬 然后白棋虎 黑棋再尖 上边白棋冲一个 然后比如说底下这里一路飞 那就纯粹是一个棺子去了 看胜率和木叉来讲的话 现在也是一个半目胜负 非常的细腻 柯杰显然是不想赠 即使这两下可能 收到最后白棋也能赢 但是还是想走一些特别的 不然显得很无聊 这个白棋点过来 这个也是在柯杰深思 熟绿之后的一手 这个狠招 然后黑棋贴住 白棋再往底下飞 这个就直接要来一个决一死战了 不过下一招棋 黑棋要能下出来 这个一选还是难度不小 就是按照AI的这个判断呢 底下这个白棋确实不太好杀 但黑棋也不是说就一定 只能坐以待毙 这个地方黑棋可以靠这个 但白棋左边虎一个唯空的时候 黑棋可以直接去底下小钱 不让白棋作业 然后就等于说白棋必须往外跑 比如说靠一个 黑棋搬一个 白棋长 黑棋再长这个 那白棋确实也能这个 杀出一条血路 因为冲的时候黑棋基本上不敢挡 挡的话这个断先手 底下再走一走的话 这个很有可能要出棋 黑棋基本上还是要冲上去 然后白棋打吃就可以回家了 因为黑棋沾的话 白棋沾这个两头都可以冲回 但黑棋呢也有收获 就是打吃左边 然后白棋飞一个 这里有先手便宜 底下还可以来得及去靠断 然后白棋后续还有这种穿向眼 反正黑棋就能围多少围多少 左边也把白棋稍微压缩了一点 这个棋就等于说形成了一波转换 大致还是比较细的一盘棋 不过这个太难想了 因为这个虎一个是第一杆 实战黑棋也是虎这个了 还是想杀 然后白棋搬 黑棋挡住 白棋二路小间 先手黑棋一路跳足度 白棋断打 黑棋再沾 这里柯杰也是稍微花了一点时间 进行了一番思考 然后走出了这一手 二路大飞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棋 其实黑棋还是不好杀 比如说你走这个 不让白棋继续二路跳作眼了 那白棋有这手沾 你要再跳进来 破眼的话呢 白棋就可以把外边的棋筋 再给肩回去 那这样的话 黑棋再往底下 不管冲也好 这个肩 分段也好 这里边双方都有外棋 然后攻击也挺多的 基本上最后就会走成一个双活了 走成双活的话呢 白棋肯定满意 这个就白涛黑棋的空 所以说这个棋走这儿 也不太能行得通啊 实战黑棋点过来 点一个 白棋挡住之后 黑棋碰在这儿去强杀 然后白棋先沾 沾的话 这个外边棋筋 再一联络 那要变成掩杀了 所以说黑棋打持 这样白棋再跑的话 这儿有个跳架 那黑棋外边连回 就看白棋的这个活法 底下线一般 黑棋联络 然后白棋尖刺 这个地方科技已经算清楚了 黑棋如果说挡住的话 是最差的下法 因为白棋有这个挖毡 挖毡之后 黑棋挖一个联络 白棋这里打持牵手 再冲就可以把外边 这两块棋筋给吃掉 那白棋逃出去了 这样黑棋显然不行 那实战 黑棋选择的是 尖顶在这儿 寻求联络 然后白棋双一个 这样的话 白棋已经彻底活了 我们来看为什么 当然这个地方 一不流程 可能就会走死 一定要这个谨慎 首先如果说 黑棋沾上 不断的话 白棋底下挡住 马上要冲回去 黑棋双一个 白棋在下立 里边活棋 这个看得非常清楚 也很简单 那关键就在于 黑棋如果说 直接点杀进来 白棋该怎么办 这个是重点 白棋一定不要先去冲断 因为你先冲下来 被黑棋沾上 这个白棋的气被紧住了 底下也只有一只眼 等你往这个中间去挤一个的时候 黑棋可以先打 再沾 这样白棋是掉不上去的 因为被黑棋往这儿一冲 那白棋接不归了 底下这个沾也没用 沾的话黑棋体掉 还是一只眼 那这样白棋死了 所以说如果黑棋从一路点杀 这个千万不要先去 这个冲断 一定要先挤 这个是正确的秩序 因为如果说黑棋再打 你沾上 他沾这个你就可以断了 因为他再冲 你就可以刚好打持 里边是一个火棋 他如果说沾这个 那你就冲断两颗子 这样的话外边还有一只后手眼 他要冲这个 那你再冲下去 还是两眼火棋 那如果说黑棋也改变一下次序 他先冲这个双板阵怎么样呢 先冲的话白棋依然是沾 再断 再打持 白棋沾上 等他再沾这个的时候 那白棋这个时候就可以冲到一路去了 冲断 这样的话他上边连回 白棋从底下吃回去 占这个或者说双这个 那白棋再切断两颗子 依然是火棋 所以说这个里边还是有一定的小陷阱 不过只要算清楚 白棋就一定是火的 然后接下来黑棋 可能一边思考 一边也在盘算里边的变化 所以说他先往脚上点 反正这个地方死了也没事 都是白棋的空 再飞 这个就可以视作是打僵了 然后白棋外边虎一个非常细腻 这一虎的话马上这个 骑进要跑 你不补的话就可以跑这个 加不掉了 所以说黑棋赶紧尖顶 看住这颗子 然后白棋脚上在一顶 黑棋往边上扳 白棋飞一个为空 然后黑棋算清了 最终还是沾这个 沾的话白棋挡住先手 再一例 火棋 这样的话大局一定 黑棋完全就不够了 不过后面黑棋还是比较顽强 还在继续硬撑 先把右上这里的空守住 白棋上边交换一下 团住 黑棋左边打持 右下吼一个 白棋挡 黑棋再一路飞 其实这个棋正常来讲 白棋就补一手 活干净就行了 柯杰还是想再玩一玩 这个 生怕没有这个游戏难度 再往底下冲一个 黑棋挡住之后 白棋右边直接拖先 把底下这两颗子连回 那又让黑棋 感受到一次 可以杀棋的希望 黑棋马上 接进来 然后白棋底下断 黑棋沾 挤一个 黑棋沾 然后白棋再靠住 扩大眼位 黑棋冲 白棋再沾上 首先这四颗子 这个尾巴 黑棋是断不掉的 因为这儿有手打 然后黑棋往中间 扳一个 白棋团住 接下来应该又是打将 还是在左下角 黑棋飞 然后白棋 虎一个 联络再搬 这个肯定是死的 爬了之后挡住 那白棋一搬 里边还是一只眼 这个没什么 那就看最终中间的 这个死活了 黑棋靠进来破眼 白棋先搬 黑棋断 白棋打持 马上要冲断黑棋 所以说黑棋断上去 那这个地方 其实白棋有很多种活法 你要直接提也行 直接提 黑棋要是打持 你就双一个 这个顶珠的话 白棋沾 再冲再作也 他再往前冲 因为白棋 这个一路立是牵手 他要是继续冲这个眼的话 这儿有一手棋 可以把这两颗子给留下 那白棋也是活棋 这样下是可以的 实战白棋双一个 然后黑棋冲这个 白棋中间一提 再一顶 走到这儿 这个黑棋就认输了 因为继续走的话 你打持两颗子 白棋可以不要 他沾这个还是活棋 提掉的话 黑棋也不够 这个木树差远 那这盘棋的话 也是相当的精彩 开局可以说 柯杰因为轻敌 就是被黑棋这个局势 咬的还是比较紧 白棋主要就是 对于上边这块沽棋 太过于自信 本来应该补棋的地方 柯杰一直没有补 一直在捞空 最终右边 因为这里有借用 所以说中间这块 棋被攻得有点惨 最终黑棋通过攻击 底下的大控 即将形成 不过后续 柯杰也是展现了 展现了这个超凡的计算力 再进入到这个关子 就是左边双方互围 收关是一个五五开的局面下 毅然决然的选择 打入进去 然后呢 这个黑棋 这期间的这个计算 也出现了问题 当然这个一选难度 也比较高啊 AI是要求 黑棋往左边这里 腾罗 然后跟白棋互破 这样还是一盘戏棋 实战黑棋 铁了心要杀 然后呢 这个 那接下来 柯杰就没有任何的失误了 非常巧妙的活在这个里边 然后接下来 继续收关的时候 这个柯杰依然又很浪 这个右边不肯补 不过也是 依靠这个强大的计算 最终让黑棋 屠龙的这个 最后希望破灭 最终拿下胜利 好 那这半棋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